再来说澳大利亚 你看图片上这个楼是不是看着挺特别的 跟你说这栋楼可是澳大利亚的大学首次以杰出华人命名的大楼 名字叫做周泽荣博士大楼 是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的主楼 由澳大利亚籍华人慈善家周泽荣博士捐件 周泽荣博士大楼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 富兰克盖里设计 灵感就来自于皮肤和衣服的褶痕 是不是散发了一股原始的气息呢 有澳大利亚媒体评论说 它将成为可以和悉尼科技院媲美的 澳大利亚重要的地标建筑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叫做周泽荣的捐件人 他今年61岁 祖籍广东 从香港移居澳大利亚已经有20多年了 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华人领袖 他一直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 增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了解 并长期关注中澳两国的教育慈善事业 这次呢 他出资2000万澳元约合9000万元人民币 帮助悉尼科技大学盖新楼 并捐出了500万澳元 设立澳中高等教育奖学金 用于资助中澳两国优秀学生互访交流 在这段下 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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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步 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